和平峰会后 泽连斯基提出和谈的条件 他表示 如果俄军从乌克兰撤出 他愿意立即与俄方进行谈判 此前普京表示 如果乌军从俄控地区撤军 俄方愿意立即开始谈判 俄乌针锋相对 隔空交锋 矛盾分歧应该如何化解 在刚刚结束的和平峰会上 有十多个国家没有签署联合公报 背后适合考量 会议上大部分国家 同意邀请俄罗斯参加下一次会议 俄乌何谈的契机出现了吗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要请到 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腾建群先生做分析解读 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 在和平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 提出乌方与俄方谈判的条件 他表示 如果俄军从乌克兰撤出 他愿意立即与俄方进行谈判 泽连斯基指责 俄方还没有准备好讨论公正的和平 另外 在刚刚落幕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 78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指 要以联合国宪章 以及尊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 作为促成乌克兰同俄罗斯 达成和平协议的基础 不过 巴西 印度 印尼 俄伦比亚 墨西哥 沙特 阿联酋 泰国和南非 没有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 相信此次峰会必将带来实际效果 并为此表示感谢 泽连斯基还表示 希望国际社会能商讨出一份和平方案 随后提交给俄罗斯 他同时指出 希望中国能成为乌克兰的朋友 并一道参与方案的制定 滕先生您好 泽连斯基在和平峰会以后提出 如果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那么乌克兰就愿意立即开始和谈 普京此前也表示 俄方接受和谈的前提是 乌军从俄控去撤军 双方的表态 现在针锋相对 您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都各有自己的盘算 从乌克兰来说的话 要实现自己国家领土完整 保证相关州的这种安全 就是由乌克兰政府来控制的话 这应该说是他的一个诉求 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 经过了两年四个月的 这种战场上的交火冲突 普京政府 现在对于乌东地区 乌南部地区 至上四个州 已经实现了有效的控制 你让他撤出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 还是要进行谈判 你不能说你必须得撤出 另外一个说我不撤出 所以双方之间这种争执 表面上看是对于相关州 控制权的问题 其实背后是国家领土主权 以及有关国家对自己安全关切的一种诉求 如果说光隔空喊话来看的话 我相信不可能有一个实际效果 因为现在来说 不管是从欧美国家 还是从乌克兰 还是从俄罗斯 都出现了战争疲惫状态 那么这种疲惫状态来看的话 如果寻找契机的话 我相信和平谈判的曙光 可能就在眼前 这应该说也是和平解决 俄冲突的一个必有之路 那么任何其他手段 不管是欧美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 提供伪装备 都不可能解决问题 最后的话只能坐下来谈 所以现在这一次和平峰会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看点 就是有关各方 包括欧洲国家 你像德国也讲了 下一次如果有的话 那就还是应该要 要俄罗斯来参加 土耳其更表现出 比较积极的姿态 因为在之前 土耳其至少在2022年2月份之后 那么发起或者是促成了 五轮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面对面谈判 那么现在又要回到谈判桌上 我觉得这应该说 是一线收光 还关注到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中 有将近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 其中78个国家是签署了联合公报 这次和平峰会对于解决俄乌冲突的积极意义 您怎么解读 从这次峰会最终设计来看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有自己的盘算 比方说通过这次大会 进一步孤立俄罗斯 进一步谋取更多的防防灭灭的援助 不管是经济援助 还有武器装备的援助 那么泽连斯基政府 在最初的时候是这样一个设计 但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反复复讨论 他已看清了有关国家 不可能借这样一个平台 特别是让那么多的国家 150多个国家 他发出了邀请 现在有9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参加了这个会议 而且在最后的正式的文件上 还有十几个国家 没有签署国家的名字 所以也体现出 泽连斯基其实他开始最终设计 还是有自己的盘算 他的目标非常高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峰会 来把更多的对乌克兰的支持 拢在他自己身边 同时还要这些国家提供 经济援助提供装备 因为我们刚才讨论了 现在欧美国家对于乌克兰 确实是非常疲惫 脱了两年四个月之后 那么对于乌克兰怎么样 继续能够撑下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通过这种和平峰会 来争取道义 或者是实际性的支持 但是以现实来看的话 很多国家采取了一种折衷的 或者是并不愿意带头 站在乌克兰这一边 或者站在欧美国家这一边 那么更多希望 把俄罗斯也邀请进来 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 这才是一个大的方针 所以他最后呢 就是德内斯基总统呢 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妥协 那么最后形成了一个 涉及到比方说核安全 那么核电站的安全 涉及到战俘的交换 以及儿童的归环 就是在这个冲当中呢 俄罗斯被乌克兰认为呢 把大量的儿童呢 就乌克兰儿童呢 给这个拖到了俄罗斯 所以这应该说得到保护 同时呢 还有这个粮食外运 就是这个黑海方向的 交通运输线 还有港口码头这个安全 所以现在你看呢 他没有说公开的谴责 或者是那个责怪俄罗斯 他更多呢 看一些这个非常这个大陆化的 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 这说明呢 国际社会来看的话 并不愿意站在乌克兰这边 就是说一边这个喊打 一边呢又提出和平 这很显然呢是矛盾的 同时呢也是有十多个国家 没有签署联合公报 包括了印度 印尼 巴西 沙特 阿联酋 哥伦比亚和南非等等 没有签署联合公报的这些国家 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这些国家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并没有选边站对 毕竟呢在这样一个和平峰会上 如果说光靠哪一边的话 很显然不符合这些国家利益 而这些国家来看的话 在区域领域里边都是主要国家 比方说在亚洲的印度 印度尼西亚 那么在这个拉美 巴西 巴西其实这次 我觉得更耐人行为 它是一个观察员国 观察员国它就过来不发言 就看你们在说什么 就听你们在说什么 所以它是一个观察员 那么非洲南非 这个也是在非洲 举足听众的一个大国 那么中东的沙特 阿联酋 这些国家在中东第四五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国家 它其实就是非常明确一点 就是说我不在文件上牵制 我来参加你的会议 那么说明了 我确实关注欧冲突和平解决问题 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它不签署文件 就是说这些国家 还要保持相对独立性 其实在沙特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在之前 也曾经试图召开相关的 欧宣度的这个大会 那么由于西方国家 由于俄罗斯不参加 那么这些这个努力来说的话 都化为这个无有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些国家不签字呢 最主要的一点呢 就是体现出它国家独立性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要体现出 要通过协商谈判 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全面站队 泽林斯基在峰会期间呢 还表示说 希望下一次峰会 能够结束俄乌冲突 泽林斯基的表态 您怎么解读呢 俄乌停火和谈的契机 现在是出现了吗 应该说出现了一个端倪 但是呢 有关国家不会助手 不会呢停下来 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援助 你比方说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 2024年它是总统选举年 那从拜登他的表态 以及他这些高级官员的 说法来说的话 他就是要让乌克兰 继续冲在前面 继续呢 跟俄罗斯呢 进行反反复复的纠缠 而这种纠缠来看的话 一方面可以极大的削弱俄罗斯 同样呢 也可以牵制住欧洲 整个一个欧冲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现在 大家可能看到 受伤害的可能是乌克兰 可能是俄罗斯 但是呢 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呢 可能是欧洲 不管是在这个欧洲 这个经济恢复 因为经过几年疫情之后呢 欧洲现在非常吃力 同样呢 欧洲的这个主导权 你比方说 在地区事务 在这个安全等方面呢 完全受控于美国 像德国 原来在欧洲 它是那个地区的领头羊 在默克尔当政期间的话 它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保证本国在欧洲地区的主导地位同样呢 也对地区的稳定和平发展呢 做出了自己贡献 你比方说 2014年同样也是差一点 那么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 但是呢 我们看到当时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由于这个默克尔 在那个俄罗斯 在美国 在乌克兰之间 反反复复地卧旋 所以平息了 那一场这个即将爆发的冲突 所以在欧洲现在来看 没有这种领导人 更多的是跟随美国 同样呢 欧洲经济 美国通过各种手段 通过加息 大量地收割 这个欧洲美元 因为加息之后 欧洲市场大量的美元 往美国回流 通过通胀协监法案 把欧洲的一些实体业 也不断地载回到了美国 所以欧洲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这一场冲突当中 这个最大吃坏者之一 还看到泽林斯基 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呢 也是表示说 希望中国一道参与 和平方案的制定 泽林斯基的这番表态 您怎么来解读呢 观看泽林斯基 最近一段时间 对华的这种态度 应该说有一个转变 我们看到在香港领大 也在新加坡 香港领大会对华会上 那他也是认为呢 中国这个不参加 这次峰会尔县的中国 还这个劝其他国家 不要参加 这完全是对中国的一种误解 那么从中国方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从欧洲爆发以后呢 我们有明确的 这样一些原则 比如说要尊重联合国宪章 第二个呢 要尊重有关国家的安全关系 那么第三个呢 要通过协商谈派来解决问题 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就坚决主张不能使用核武器 核武器不能用 也不能 核大战不能打 所以这四条原则 今天同样也是有效的 而且我们也派出了这个欧亚大使 就是我们前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先生 那么几次到欧洲做这种调停工作 就体现出我们大国担当 我们在俄欧冲突 整个一个过程当中 没有我们自己国家的私利 不像美国一边 像乌克兰提供武器 一边呢 有这个不断地打击俄罗斯 我们自身的这种地位 这种政策来说的话 是受到各方欢迎的 我觉得现在有的国家提出来 下一次河南峰会 要不要在这个中国举行 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可以选择 毕竟的中国的方案 中国的计划 是受到各方一致认同的 包括这台实际政府 现在也认为 中国的一些方案是可行的 感谢您的分析